在古補的安庭老街上 母亲侯淑玲和儿子郑春祥 共同经营这家贵迹美食文化馆 母亲是掌柜的老板娘 郑春祥则是上勺的大厨 我做吃的这一行十五年了 从小时候都是吃这些小吃长大的 以前是当工厂里面的小员工 那每天生活就是固定上下班 其实不喜欢 因为我本来就爱吃 所以加上喜欢这一个行业 所以我就爱投这个行业 老街是号称百年老街 巷子里面也有很多穿巷的一些 荷兰的建筑物 或是一些茉莉巷 蛮有看头的 古堡旁边的野平街 是三百多年前 荷兰人在安平修建的一条路 又有台湾第一街之城 春朴的气息 古旧的店铺 令人怀念的人情味 在这里 不仅可以吃到道地的台南小吃 还有保留在一间 小小的美食文化馆里的迷你防空洞 听那个祖母他们讲的可以躲到三十个人 因为安平靠近沿海 那个是巨石灾的时候战争 所以在安平这个地区 几乎大家都会有一个防空洞比较多 现在保留得很少 有的话就只剩一两户而已 小小的防空洞为了更完整地保护下来 现在很少对外开放 猴姐想要留住的 是那一代人的一种回忆 对于身上美食的郑春翔来说 他能守护的是阿嬷的味道 小时候我们家是务农的 所以对这一些小小东西 小庙口都有在卖的东西 会比较喜欢一点 这座玉果是郑春翔每天的任务 33岁他已经是厨房里的老手 肉燥玉果将芋头去皮 削成粗签状 选用三年的再来米浆 作为粘折剂 铺上台南特有的肉燥 大火蒸上一小时 一般你在外面吃到的那个果 像它们下面是有一层那个粉 粉 下去把它凝固 我们不要特别 我们是用米浆 为什么用米浆 用米浆它吃起来会有保湿感 对 而且又可以把那个芋头的甜度 把它带出来 古法制作玉果 费时费力 能够坚持下来的店家 也所剩无几了